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美國的時候 時時遇到 每到一個地方 有很多華僑朋友 當地美國的朋友來問我 你為什麼生活這麼快樂 我被人問的次數太多了 我回答他們 學佛 學佛真的快樂 不快樂我學他做什麼 我老師接引我 就是用這種形象 用這個方法 把佛法介紹給我 那時我二十六歲 方東美先生跟我說 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這句話我聽到很喜歡 所以我就特別留意佛教 真的佛教教學 它的目的是幫助一切眾生離苦得樂 可惜你不認真學 你如果認真學 你一定得到好像佛 好像菩薩 那種快樂生活 幸福生活 要怎麼學呢 一定要垂信 佛陀的教會 亦即是要將經典裡的道理 變成自己的思想見解 將經典裡的教會 變成我們自己實際的生活行為 你就過佛菩薩的生活了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還要垂信自己的煩惱集氣 那你就錯了 你學佛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佛法裡面殊聖的功德利益 你一點都享受不到 那叫真可惜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掃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